現在不管是這個便利超商的就是店面 要吃到冰淇淋是很方便 不過也是有人比較懷念在洗漢時的百步兵 今晚是有一個原本在做自信業的民眾 在中年以後來專做改賣兵 而且又邀請到中華家福中心的商品 又做回來分享 用百步兵這個原料雖然很簡單 但是甜蜜的滋味率懶懶懶 傳統的副兵搭配各種孫天然手工製作的配料 又再加到兩顆冰淇淋 今晚傳統的百步兵就可以香腸 由此而言 就因為自己對這個傳統的味道很難忘 只要自己開店 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吃到這個傳統的味道 古早味這個東西是算是比較健康的東西 所以說有這個心要來請這個小朋友 讓我們這台的看媽媽可以傳承下去 讓這些小朋友可以吃到同樣最健康的東西 因為食安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說我也是堅持讓這些小朋友 看可以吃到健康的東西 這樣 那種味道小孩時代的氣味 也會讓現在的小孩吃到以前的百步兵 中華家福中心另外表示 這是小孩很難得的體驗平靜 很有愛心 剛開幕的時候就請我們的小朋友 來這邊品嚐一下我們小時候的口味 還是回味一下我們的童年 也讓他們的童年 也有跟我們童年一樣美好的一個童年 由此強調 小孩時代吃的百步兵 完了雖然簡單 但是滴味的煮味讓人難忘 所以用上天人的完了製作品品 也希望現在的小孩吃得健康 到下上滴味的理事回憶 大眾的新聞 鄭謝梁俊華 蔡宏博德 好的 謝謝